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自从古装剧狐妖小红娘杀青之后 龚俊就一直没有进组拍戏了 所以当红的流量难一人 他对剧本的要求应该会更高一些 最开始他就是凭借古装剧出圈的 这几年虽然陆续出演了一些现代剧 但热度都并不算太高 始终无法超越他最开始创作的巅峰数据 他的颜值和身材比例都非常好 也能够驾驭各种各样的古装剧造型 但如果频繁出演同一类型的电视剧 会被网友质疑没有突破性和可塑性 虽然他一直没有进组 但相关的网传消息也有很多 其中比较靠谱的应该就是 他将和任敏合作主演会飞的大象 这是一部年代剧 而且与商业相关 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也很适合演员转型 当时网传消息是这部剧 已经明确了主演阵容和制作班底 然而又有最新的网传消息称 龚俊的新剧已经开机了 但是导演却跑了 而且还有消息称这部剧要换导演 这种类似的事情在娱乐圈中还是很少见的 所以消息传开之后 也引发很多网友的猜测 目前相关的网传消息也有很多 有网友称 这部剧的导演要拍摄一部张艺主演的作品 所以才会放弃了这部剧 换其他的导演指导 这些相关的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 而且龚俊的粉丝也表示 这部剧明明还没有官宣 就被这样造谣 一直以来 与这部剧相关的消息都是网传 官方也并没有公开过阵容 也没有确定过龚俊和仁敏一定会出演这部剧 这几年相信大家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很多作品在还没有正式官宣之前 就会被提前曝光很多网传消息 有一部分原因是剧方在通过各位被选的演员 考验观众们的态度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剧方真的接触过各位演员 所以传出了相关的消息 任何一种网传消息都并非是空穴来封 那网传也并不绝对是真的 而且这中间也会有各种出入和误会 作品还没有正式官宣就传出了这样类似的消息 对于两位主演来说也是一种形象上的损伤 龚俊这几年的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 他也一直都在坚持拍戏 嘴心杀青的这部《狐妖小红娘》就非常值得期待 是一部很大型的古装剧 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全员美女的阵容 龚俊自从走红之后 相关的争议也有很多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任何一位经历过爆红的艺人都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争议 龚俊反应和态度都非常好 在该沉淀的时候 他也在默默地提升自己 粉丝们都很喜欢龚俊和大家相处的模式 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龚俊都没有出镜 随后他特意开直播和大家解释 在直播的过程中 他耐心地回答每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还会和粉丝们一起讨论 接下来的发展规划 包括应该接一些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剧本 他真的把粉丝们当成是朋友 目前各方面的消息还没有定论 大家还是耐心等待官宣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